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个关键报导 他有一篇这个深度的一个讨论 一个访问 他说政府不知道台湾有多少零工载 但他算给他听说大概有多少人 但他正在做一个调查 说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的调查 劳动者从事非典型工作的原因 是因为职类特性的使然 比如以临时性短期性为主 约有24.7万人占30.13% 其次是我找不到全时或正式的工作 我找不到 所以只要临时打零工 或说约有17.2万人占21.3% 此外在针对从事非典型工作者的 转职意愿进行调查 发现有78.09%的人不愿转为全时正式的工作 想转为正式工作者只有21.9亿 这个真的超乎我想象 你为什么不想做正式的工作 你不是一开始因为我找不到正式的工作 我需要额外的收入 所以我还是做这个临时性的选择 或是某种程度不得已的选择 可是说阿伯你如果想要回来做正式的工作 我们说78.0的我没意思 所以这标题写说 但他们也不想转正 这个现象 那个发言人你怎么解释 的确刚刚吴佳哥这个数字刚好换算掉 就是类似我刚刚已经提到80万的非典型 大概数字就从这个换算下来 所以变成说其实这个原因很分歧 有的人真的是缺钱 有的人就这真的是追求工作的 那个自由度 男性 所以这种东西你说政府要用一个真的政策去 让他们全部变成稳定 就是典型就业也比较难 因为有的人就是不想要典型就业 他就是要非典型 他就觉得说他今天就是想当自顾者 有个专业名叫自顾者 他就觉得这样的一个工作模式他开心 他当斜杠青年他非常的开心 当然我们有些时候不得不去想说 他可能背后爸爸妈妈比较给他自由的空间 觉得说他出社会以后 家里也没有说他一定要 爸爸妈妈已经存款给他1000万了是不是 也许啦 所以他可以很快乐当斜杠青年 但我们不可否认 可能政府有些立法方面 确实还是要保障一些 真的是家庭比较弱势的 他真的就是非得要就是 兼很多份就是零工的这个工作这样 所以他的问题很多 有的人真的不想当政治 他就觉得他这样开开心心 也不想看老板脸色 也不想要每天要准时 什么敢打卡 这个出缺情的一个状况 也不要说为了一个请假 或是他随时想要去旅行 他就是放下工作去旅行这样 确实也是有这样的 我记得我曾经看过新闻就是说 因为现在的确很多人 都投入外送这个事业 然后我们视他为说 这个打零工的这种状态 因为他不是一个政治 不是朝九晚五的 可是他就说 可是我做这个开心 而且我赚一个月八万 你做办公室一开始你可以赚到八万吗 你赚不到 可是我跑外送我赚得到八万 所以搞不好我的同学都还羡慕我 所以这些人有可能 就是他心态上就是我干嘛要 回去坐在那里面 对 他们可能就是这一群族人 那你说政府应该要去限制他们或干嘛 或者是把他们赚到基隆里 或者是那种道德劝说有正经的投入你 对 运动的投入你不来 你是在没医生 那我觉得说不定有很多年轻人就 爸妈也会希望你说 你要稳定 你要抱一个铁饭碗 你要抱一个金饭碗 这样子才好 你的人生才能 可是他那个薪水拿出来 我就八万 爸妈你要不要 这种时候就怎么办呢 像现在我会补充 像其实我之前有点过外送 有一个外送原来他也是跟我说 他原本的工作是做旅游业 他是导游 导游领队 现在也是其实不能出国 不能出国他就说他就直接做外送 他说他其实所得没有比他以前当导游队差太多 所以他也是就投入就去做 因为他说他导游队做那行业很久 当然就是也不是那么好转换 那又需要钱 那就直接做外送 OK 所以我们对零工那个 不能被零字给锁住 那时候零就赚了钱 就patic cash 想钱20块30块 未必 其实没有 努力的累积 事实上也可以累积 一定不会输给固定值的一份薪资的回报 那零工经济赚外快 但是也不应该不只是赚外快 包括什么 赚要正值的薪水 那专家教你停看庭 到底有哪些停看庭 听发言 我会不会来做零工经济 有哪些事情 应该要提前评估 而且要注意 甚至要小心某些的陷阱 来听人意见 好 第一个我们先从比较稍稍稍 中高端的这种斜杠青年想法 假设你今天确实 中高端 中高端的工作 第一个如果你的零工单纯就是从你的本业 设计这边开始出发 假设你很会网站设计又很会影音简直 就是说我的正值 我的本业有一个外溢效应 譬如说我的英文非常好 要翻译来找我 我来客串一下 等等这样子的 当然你在做这种工作的事情 是要顾虑两件事情 就是常常台语讲的 探警U手 信命爱狗 你不要本业设计剪辑 然后下班时间接了别的工作 下班时间 饭也不能好好吃 不能好好休息 然后六字也不能好好跟家人出去玩 然后搞到说你赚了很多钱 结果可能最后都去付医药费 女朋友跟别人盘 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个施的德跟施间 可能自己稍微注意一下 更惨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可能回到正值工作的工作效率 并且老板发现你在外面偷偷兼材 就影响到正值工作的工作效率 故此失彼 然后身体状况就是 所以这是所谓中高端的 因为你有专业技能 透过专业技能形成的外溢效应 去做零工经济 那你提醒的是 避免人才两师 他说身体要够好就对 另外就是比较蓝领技术端的 就包括外送或者是帮忙开车 甚至工地出工这种接案的 我们把它纳入 因为这个其实也是一些 技术的密集性比较低的工作的话 比较高技术就是单纯蓝领工作这个步伐 把它规则就是蓝领 就是外送这些 甚至就是刚刚讲的 连这种工地出工的一些工作 把它包含进来 这可能就是待会儿 可能要请经理再谈一下 我觉得植栽保险这一块真的相当重要 就在你从事工作的职业环境里面 可能会有一些你看不见的 或是显而易见的一些冲击在那边 应该事先做规避的一些规划就对了 对 因为你接这个工作 你要先想一下说 那人家对方请你帮忙 这个外送平台 他到底没有提供 第一个就是你的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的油钱 先不要管什么保险费 车子的消耗 车子的消耗油钱 对 就是油钱轮胎耗损的费用 修车费 还有那个就是刚刚讲的发生事故 一些不确定的意外 黑天鹅事件 OK我们的就是说一个保险 或是一个面对这些风险的 一个基本的能力在哪里就对了 很重要 譬如说去工地打工不小心 工地这个对 要让别人撞到或是怎样等等 会喔 或是那从事某些工作 你可能要讲话 你要怎么样 那讲话万一不得体 造成别人对你提起法律的诉讼 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很多细节要注意 要想清楚 那真的我的技术很好 比如我的翻译非常好 我的文案写得很好 我有专业技术 我有外译能力 那我怎么样透过哪些平台 像人力影响提供这些平台说 帮我谋合吧 我要不要找这个人 帮我写个计划书 帮我兼两个小时的翻译 或是很特殊的 土耳其文的翻译等等 OK有这样的平台服务吗 好 的确现在其实这个台湾越来越多 这样的一个双关的这种平台 就刚刚节目最头讲的叫做共享经济的这种平台 所以变成说你必须要在你的自己的这个资历 履历表上面凸显 就是说你可能有这些症状之外 你可能还要简单的附上说你曾经做过哪些的 学经历跟一些完成的个案人的 成品就对了 比如说你用特殊的 我们比如说土耳其 简单像日语你可能是N1检定 然后可能曾经帮哪些公司 比如说什么纺织公司 帮蔡总统跟土耳其总理进行电话 就是你没有那么夸张 因为你毕竟还外交部的人员 就是说有些大企业他在接待什么人员的时候 或是什么口艺的场子里面 可能曾经有出现过的照片 郭董跟人家讲话 我在中间的照片 就类似这样子 对那可能在你的这个接案平台上面 就会有比较凸显 我们不要讲那么这个稍微就是广大 简单讲光一个尾牙表演 大家都抢的要尾牙主持人 或尾牙上面的女性节目的这种的 你可能就是要用一些简单的短片 凸显说你可能在某某上市会公司的尾牙场子 所以也要强化自己的行销的包装 对那个人化品牌的特色 这个很重要 那至于我们讲的比较蓝领的 那就还是需要透过这些专业的平台来协助吗 还是要 为什么 可能你必须还是要有点凸显说 你可能曾经一天 现在不是很多那种网路平台论坛 就是一天可能曾经接几个单的成效 你把薪资单列出来 人家就会觉得说 你这个其实还蛮有效率的 知道怎么安排这个路线 或是说你曾经有一些 现在这种平台都会有什么评价 这个是最快的 你帮人家 我做的这些外送 我的评价都非常高 或者是开车 顾客都说我这个人准时到 然后可能还会跟你在开车 这些都是很重要 这个其实没没卡卡都很重要 那个平分其实真的还蛮重要的 你来做这种共享平台的 比较蓝领技术 偏向蓝领端的工作 其实我觉得这种口碑的这种 客评经济 这个很重要 这个发言讲这很重点 所以就一般说 我没有恶意 比如说可能是比较蓝领 这样子的工作属性 事实上消费者对你的评价 也是未来你应该把它搜罗整理 来说服相关的工作 这个所谓谋合的平台 提供你一个 比较选择的优先权的保障 好 那今天这个工作真的很有意思 我看过一个这个广告 我不知道怎么讲 喜欢玩水吗 那你来洗碗 这算是联工经济还是在A人 值得大家再三四一下